大陸的發展非常的快 它的經濟發展非常的快速 那以往在我們在大陸創業的時候 因为也许可能它的法條不是这么的完善 所以我们在许多的这个做事上面 我们必须要仰赖政府给我们很细致的照顾 那政府也很有诚心的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时至今日呢 由于大陸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那各项法令它也逐渐的完善 所以我们青年人在这边创业 所受到的一些关注会更绵密更周全 那我这边有几个想法想要跟年轻人分享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大家青年人想要来我们大陸这边发展 我认为我们可以有四个想法 我叫做四个勇于 那一个就是勇于走出舒适圈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多出去走走 多出去看看 那也许外界的环境会有许多阻碍 但是我觉得要有这个勇气出来走一走看看 扩大自己的格局与眼界 第二个呢就是勇于追梦 勇于表达自己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就要勇敢去追 年轻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经历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勇于来追求 那第三个呢就是勇于跟在地进行融合 也是因为要跟在地进行融合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我们追梦的过程当中会更顺利 会更接地气 那第四个我觉得我们要勇于承担我们的政治责任 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也是中国人 那我们都怀有这个中华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理念 那两岸的和平统一发展 那将来也是又落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勇于来承担